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歌剧节正在济南进行 民族歌剧《宜蒙山》领衔登场 再次畅想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宜蒙精神 作为开幕演出 民族歌剧《宜蒙山》动人的故事情节 震撼的舞台表演 民间音乐元素与歌剧唱段的完美融合 再次征服了现场观众 这部红色主题大戏 自2018年首演至今 已在全国巡回演出170多场 线上线下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 我是在网上看过 在现场就是舞美啊 声光啊 都让我很感动 好几次都落泪了 说生死与共 水有交融 这个精神它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因此在我们享受歌剧艺术的审美的过程当中 我们精神得到提升 我们的灵魂得到吸力 本届歌剧节将持续至11月 期间将举办优秀剧目展演 经典民族歌剧展演周 歌剧演唱会等一系列活动 白毛女 小二黑结婚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24部优秀歌剧作品 将在济南 青岛 资博等7个城市演出48场 我觉得在山东 齐鲁大地 有这么多优秀的剧目 集中在这儿 在山东 可以让大家一饱眼福 可以让更多的文艺爱好者 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歌剧的魅力 感谢观看